不管是男装 女装 美妆小物 又或是配饰居家用品 应有尽有 花花手机什么都卖 什么也都能卖 虚影是中国线上快时尚零售商 2008年在中国南京创立后 目前已经进军全球超过 150个国家级地区的市场 主打破盘低价 像是一件2块美元不到百元台币的T恤 又或是不到8块美元200元台币有找的长库 都让消费者取之若鹜 不过德国媒体最近引述生态试验期刊的检测 发现适应的部分商品 含有大量的有毒化学物质 包含铅 葛 磷粉 二甲酸盐等有害物质 而且多达三分之二的检测商品 未通过评分标准 这当中良邪商品验出有害物质的情况最为严重 专家解释这些重金属 在义务花费不手软的南韩年轻人 现在也转向平价的虚应采购 首尔市府今年6月就针对虚应在内的电商平台商品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有一款女性内裤含有超标2.9倍的致癌物质 另有两款口红验出红色葡萄球菌 商品有毒重创品牌形象 其实虚应惹出了争议还包含抄袭以及血汗工厂的恶民 这比快食是更快的急速时尚 究竟是庞大商机还是毒害消费者的健康 时间会给答案 豆沙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